本台消息,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就美国国会众议长麦卡锡会见蔡英文发表声明 声明指出,4月6号,美国国会众议长麦卡锡等国会议员不顾中方强烈反对和严正交涉 执意会见过境窜美的台湾地区领导人蔡英文 中国全国人大对此坚决反对,予以强烈谴责 麦卡锡众议长,作为美国政府三号政治人物 所作所为严重违背美方在台湾问题上对中方所作承诺 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严重错误信号 是对历史事实和正义的践踏,是对国际法治的破坏 我们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美台官方往来 严正敦促美国政府和国会停止歪曲虚化掏空一个中国原则 停止损害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 还是明处为真正义公司的 traff神